台海局势两岸关系未见趋缓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 又提出了最新的警讯 他说中国很可能会在六年之内入侵台湾 并有意在2050年之前 企图在亚洲地区取代美国影响力 我国军事专家分析 中国会在权衡国家发展之下 就算有强大武力也不会轻易动作 但政坛也有疑虑 认为中国饭台时间的确很难估计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 出席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提出警讯 中国加速威胁美国世界地位 台湾首当其冲 戴维森预言中国会在十年 甚至最短六年之内对台湾造成威胁 同时表示美国因加强在亚太地区攻击武器预算 让中国知道想取代美国地位 代价过于庞大 冲突看似一触即发 蓝绿委员难免忧心 中国什么时候可能犯台 这个我们很难去估计 我们自己要先加强我们自己的防御能力 民主制度的国家其实应该要联合起来 并吞台湾的这种野心 不只是说六年后 要取得和平 我们的政府执政党必须要有智慧 但军事专家认为两岸军事动作说法众说纷纭 中国的确在国防上投注与规模都日益庞大 但有能力武力犯台跟会不会做又是两回事 美中角力持续 台湾身处三角关系内 这一代被推上关键位置 记得战略圈的卫城台报导